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8月26号的百革城报 吸毒祸害无穷 还记得在槟城一家四口遭射杀的惨案吗 才发生一个多月之后 马六甲在发生一名吸毒犯拿刀砍死 在熟税中的养父母以及24岁的弟弟 今天多家报纸头版都刊出了这起 家庭灭门惨案 各家报纸的大标题都指出 毒品再次酿成害人不浅的家庭悲剧 其他新闻头条还有 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报道的 反弹会在昨天下午 逮捕了一名关联公司的董事经理 他被指涉嫌滥权 更改银行系统招标 以及收贿1500万令吉 昨天他在银行机构的办公室上班时落网的 青州日报头条新闻报道 首相纳吉宣布 政府将会在下一期的国会提成修改 1976年婚姻及离婚法令 让民事注册婚姻和离婚案 成交给民事法庭处理 而不再涉及伊斯兰法庭 以便有效解决和避免配偶在改变宗教信仰之后 出现孩子补养权争议的种种问题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针对前首相敦马哈迪昨天在个人部落格做出的道歉 一名人权律师沙里战左汉就认为 敦马无需为修改宪法削弱军权仪式道歉 反而更应该为1988年修改宪法 限制民事法庭的司法权而道歉 沙里战左汉说在1988年修改之前 法庭掌控联邦司法权 但在修改之后 国会可能会限制或者通过立法来推翻法院的司法权 等同于立法凌驾了司法 严重破坏了我国监督制衡的机制 来看下一则新闻 面对公司每年出现财政赤字的问题 英达利水公司希望政府能够点头批准 调整排污费用 公司首席执行员阿都卡迪尔强调 排污费已经有20年没有调整了 目前的费用是每月8令吉 每天才27仙 连买印度煎饼都不够 收费可说是全球最便宜的了 因此英达利水公司向内阁提出建议 要求按照容量计算排污费 采取使用者付费原则 也就是说用越多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费用 此外他们也建议将水费单和排污费 结合成一张账单 不过以上的建议目前还在等待着政府的进一步决定 今天重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